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道德经》第35章 网而不害 执大象,天下网,网而不害,安平泰,月于耳,过客止,道之出口,但乎其无畏,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迹 掌握大道的人,天下就会向他归顺,归顺投靠他,而不互相伤害,于是大家都和平安泰 动听的音乐和美味的食物,能使过路的行人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 可是对道的表述却平淡无畏 你想看看他,却始终看不见 你想听听他,却始终听不到 但是他的作用却无穷无尽,没有限制 这一章讲大道的运用和本体 从运用的角度讲,能够按道的法则行事,就会得到天下人的归顺,没有迫害 从本体的角度讲,大道无形无相,说出来也平淡无奇,但是能用之不竭 本章旨在说明,认识大道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键 也是实现人生意义的根本 因此,人们切勿舍本逐墨,背离大道 为一时的名利所诱惑 否则,不但不能实现心灵的自由 也会对人生的归宿产生疑惑 燕子在齐国为大夫 齐庄公生活荒淫,行事无道 甚至和臣子的妻子私通 再向燕子多次直言劝谏 庄公不听 最终,不堪忍受夫人和国君私通的大夫崔柱 试杀了庄公,夺取了朝政 崔柱试杀齐庄公以后,立了齐警公 并胁迫大臣们在宗庙里和他煞雪为盟 表示效忠于他的便得到升迁 稍有反对的便立刻杀死 这样,一连有几个不愿依附崔柱的大夫被杀 于是,没有人再表示反对 纷纷与崔柱结盟 这时轮到了燕子 燕子对崔柱弑君乱政十分痛恨 举起杯子 义愤天鹰地对先王牌位立誓道 我燕鹰只忠于国家君主 凡是为虎作医 助纣为虐的乱臣贼子 都不得好死 众人听完大惊失色 崔柱更是恼怒成羞 立刻拔出剑指着燕子的胸膛 脅迫他重新发誓 燕子毫不畏惧 立声指责道 崔柱,你难道没读过诗经吗? 诗中说 坚守道德的君子 才会拥抱福泽 你今日即便是将我砍头 立剑穿凶 我也绝不违背作为臣子的原则 崔柱怒不可遏 想要下令将燕子立刻处死 身边的人敲声对他说 千万使不得啊 您杀死了国君 已经违背了为臣之道 但因为他无道 国人才没有剧烈的反应 而燕英深得民心 如果您杀死了他 那麻烦可就大了 崔柱虽然愤怒 但觉得这话在理 只好无可奈何地 看着燕子拂袖而去 后来燕子辅佐奇景公 依然坚守臣道 经常劝谏奇景公 改掉错误 爱护百姓 正是因为燕子时刻 坚守围臣的大道 将人民射击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所以他得到了 国内百姓的景仰 国君信任他 尊敬他 那些乱政的权臣 也不敢忤逆民意 而惩罚他 反而在风云变幻的 齐国政坛之中 得到了安泰平安 他的子孙后代 术士显赫于齐国 为亲为相 反之 违背道义 誓杀君主 妄图掌握朝政的崔柱等人 没有一个得到善终 或是生死加灭 或是丧失权势 被迫逃出齐国 好 这一章就讲到这里 谢谢 待会儿 这一章就不完好 伤心 Liverprol 道 是 费伴 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